李总 出售这个商业街 这应该是咱们最后的选择了 现在呢 咱们有一些 经济效益一直不太好的子公司啊 可以考虑现在处理嘛 是 快点 快点 老婆 你买齐了没有 还没呢 我想买的那边在那条件 什么 等等等等等 那我歇会 我觉得是太不科学了 一定是这个规划的问题 他就应该把你 把你想要的 想买的 想用的 想抹的 一次马骑的放在一条街上 要不然你得累死 我们今天陪逛街的 老公 你这想法太好了 等你哪天有钱来啊 你也给我买一条 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的干 行啊 那我只是一条 跟上最亮的财 我老公在我心中 永远都是最亮的财 企业转型 是需要创始端环的决心的 我们也曾经辉煌过 市头好的时候 制衡地产的住宅 写字楼 商业地产 养老医疗 遍地开花 现在 也只不过是需要缩短站线 集中精力 在更重要的方向上 这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所以各位 可以开始你 出售商业街的计划书了 未来 因为我们会面临更激烈的谈判 所以我希望各位 努力 把我们这点家底 买出最好的价钱 我在这里 先谢谢各位 佩总 各位辛苦了 接下来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